哈囉,大家好,我是阿Ben 歡迎收看本集的最後一站 很開心見到各位 身為遊戲人,要知遊戲士 上一部介紹第一世代雷神之錘動力盔甲的影片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看過呢? 如果有看過的話,還記不記得我曾說過這句話 這套盔甲也為往後的動力、反動力盔甲提供扎實的基礎 沒錯,這句話跟這部影片有極大的關聯 因為人類並不只是專心研發雷神之錘動力盔甲而已 而是有將這些新技術嘗試發展其他領域 最終獲得豐碩的成果 希望各位會喜歡本次的剖析影片 記得訂閱本頻道及打開小鈴鐺 以即時獲得新消息或是學習新知 還有方便的話,請點擊影片裡的廣告給我一點鼓勵 廢話不多說,那我們開始吧! 宇宙數計畫是個總稱 負責的項目很多且廣泛 26世紀早期或中期 宇宙數計畫由威特康中將提議 中將於短兵敖戰小說裡首次登場 並讓ONI的材料大隊負責該計畫 旨在將於研發雷神之錘計畫所運用到的科學、知識、技術 運用到具有戰略意義的組件、物品上 藉此提升性能、殺傷力 最終能大量生產 並與現有的USC軍事資源互相配合、協調 艾克森上校意識參與人員之一 根據維基百科解釋 宇宙數又有世界樹、乾坤樹之意 樹種為白蠟樹 在北歐和芬蘭的神話中 這個巨大的枝幹構成了整個世界 我會選擇宇宙數這個詞 考慮到人類已有星際旅行的能力 所以選宇宙數這個詞會比較符合這個計畫的內涵 另外世界的構成是以宇宙數為中心來向外擴散 而這個計畫負責的項目非常廣泛 所以取這名字確實有此種含義在 雖然發起這個計畫的念頭是很好 但因為缺乏相關人手與設施 所以這個計畫在人類、星蒙戰爭期間的成功案例也是屈指可數 不過於戰後時期 宇宙數計畫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 其實會在戰後時期才成功也是挺合理 畢竟戰爭期間就已經有雷神之錘動力盔甲 這套非常有效的開掛設備 我是軍方高層的話 也會想要持續升級這套盔甲 再來技術並非一觸可擊 也是需要花費大量時間與經驗 不是說東西一開發出來就能馬上用 赫倫丁計畫沒有專屬的百科頁面 散落在百科各處 因此不清楚這兩個計畫之間的關係 究竟是重屬還是同等地位 赫倫丁計畫的最偉大傑作為獨眼巨人號 根據英文維基百科的解釋 赫倫丁是把劍 被送給貝奧武夫 有鑑於以下介紹的各種武裝 都有宇宙術與赫倫丁這兩個詞 因此推測這兩個計畫為同等地位的合作關係 獨眼巨人號於西元2513年問世後 歐尼的材料大隊開始研發 赫倫丁世界樹第一型裝甲防禦系統 屬於世界樹計畫與赫倫丁計畫的一環 第一型裝甲防禦系統為實驗型雙足動力外骨骼 裝甲戰鬥車輛 由設於阿爾格利斯殖民地的武器研究設施 T-12A的歐尼材料大隊開發 主要供UNSC海軍陸戰隊使用 儘管這套裝甲非常猛 但最終能廢棄了這個計畫 因為對身為海軍陸戰隊的使用者而言 很容易受傷 而且對第二代斯巴拉戰士來說 這套盔甲過於複雜 再加上製造成本高於雷神之錘動力盔甲 嗯...之前所打造一套雷神之錘動力盔甲所花的錢 跟造一艘驅逐艦差不多 真不知道第一型裝甲防禦系統到底是要花多少錢 最後一戰光環傳奇的原型篇章 講述了這套盔甲的一些事情 阿爾格利斯殖民地被辛蒙入侵時 代號為幽靈的海軍陸戰隊使用這套裝甲 掩護其他人離開戰場 最後啟動自毀裝置與辛蒙同歸於盡 儘管不少資料與此次戰鬥中遺失 但研究團隊後來也找回了一些資料 並又製作了不少有趣的東西 第一型裝甲防禦系統的動力來源為核融核反應爐 跟雷神之錘動力盔甲一樣 這套裝甲並不需要經過生物增強手術的人才能使用 因為本來就是面向海軍陸戰隊來開發 第一型裝甲防禦系統有自成1格的HUD 搭載雷射標定與簡單的無線電通訊設備 更重要的是它那些強到誇張的集成武器系統 根本就是移動軍火庫 右臂安裝T-261路西法B-4加特林 每分鐘射速達2980發 共850發的20毫米高爆彈 B-4加特林的上方還安裝了榴彈發射器 榴彈帶纏繞住B-4加特林 右肩架設三管導彈發射器 透過熱導引來追蹤 左肩配備M-149麥哲倫無後坐立步槍 共50發105毫米高爆彈 每發的爆炸半徑為5公尺 左手臂跟人類的手部構造類似 可以抓東西 使用右臂的加特林 另外安裝了與右肩相同的兩管導彈發射器 左右大腿各有三個18型磁性刺刀式擴刀地雷 只需一個就能幹掉一台王文號 其中最驚人的武裝 為核分裂自毀系統 威力足以摧毀一切 防禦方面 第一型裝甲防禦系統使用的是炮炮護盾 能擋掉不少攻擊 不過畢竟不是雷神之錘動力盔甲的護盾系統 所以耗盡後就只能用裝甲本身去擋攻擊 機動方面裝配了噴射背包 共4個穩定器與4個後欄推進器 要使用時會展開 使用完畢後會縮回插槽 以免被攻擊傷到 如果各位有看最後一戰光環傳奇的原型篇章 肯定會驚訝於這套裝甲的威猛 說真的 如果廣發給海軍陸戰隊 我相信就不會輸那麼慘 赫倫丁世界術第一型J綠色機器 使赫倫丁世界術第一型裝甲防禦系統的變體 於星幻戰役2裡登場 為Johnson宗師的獨特雙組武裝 J可能是Johnson的名字開頭 雖然跟第一型裝甲防禦系統比起來較小 武裝也較少 不過綠色機器配備能量護盾 大大提升了防禦力 動力來源為核融合反應爐 整體配色為綠色 由太賀金與奈米複合太纖維打造 配備迷你炮 追蹤導彈 炮炮護盾等等 需要注意的是 Johnson宗師在星幻戰役2的多人對戰裡起死回生 純粹只是遊戲性而已 不是真的復活 不過343證實 綠色機器確實存在於Helo的世界觀裡 赫倫丁世界樹第二型D裝甲防禦系統 又稱巨型螳螂 是由ONI材料大隊研發的動力外骨骼 第二型D裝甲防禦系統雖然沒有完成 但是研究期間得到的寶貴經驗與數據 最終促長了螳螂號與巨像號 如果有玩過4代的多人對戰 應該會對漂泊地圖有印象 地圖中間有條走道 中央集會打造到一半的第二型D裝甲防禦系統 原來我們一直在穿過它的胯下 赫倫丁世界樹第二型J裝甲防禦系統 又稱巨像號 是由ONI的材料大隊發起 和尼把武器系統製成的次世代動力外骨骼 專攻UNSC陸軍使用 巨像號於新玩戰役2的破貓者行動裡首次登場 早期的藝術概念 巨像號為四族 除了配置遠程重型磁軌炮 也可以用來當成移動平台 雖然巨像號的移動速度較慢 但火力極強 能撂倒所有東西 巨像號的左肩掛載遠程重型磁軌炮 不過只能瞄準地面目標 至於其他遠程重型磁軌炮無法應付的部分 則由自動炮處理 巨像號的重踏極具威力 能踏碎鎖鏡之處的任何活物 早期的設計階段 343工作室考慮將第一型裝甲防禦系統放入遊戲裡 並且可以讓配備雷神之錘動力盔甲的斯巴拉戰士使用 變成一種更大的動力外骨骼 但最終廢棄該想法 螳螂號的測試期間 343花了好幾個月的時間來調整移動速度 另外還有填彈動畫問題 最初是將手臂向前伸好裝彈 不過有人認為這樣不好 所以後來才改成將手臂往上舉 原本還有設計推進器 能讓螳螂號快速躲避攻擊 赫倫丁世界樹第九型裝甲防禦系統 又稱螳螂號 由ONI的材料大隊開發 之後又經由漢尼拔武器系統製造變體 螳螂號的許多技術取自雷神之錘動力盔甲 比如神經質入霧 和反應爐 能量護盾 西元2548年至西元2551年的直五星之戰中 首個螳螂號原型於戰爭期間 擊毀了18座西蒙的螳螂防空炮 戰後時期 螳螂號才被大量生產 供海軍陸戰隊 UNSC陸軍 ONI 私人保全公司使用 螳螂號長2.8公尺 寬5.8公尺 高5.7公尺 重達5.2公噸 時速最高可達55.5公里 僅需一人即可操作 跟天蠍號相比 雖然火力不如坦克 但機動性高 且配有能量護盾 不過能量護盾的充電時間比較長 右臂配備反器材機槍 對人或對載具都很有效 左臂是導彈發射艙 可追蹤空中載具 能只射一發或五發旗射 某些遍體的機槍使用的是M655型 20口徑 飛彈則是M5920型 地對地 跟巨像號一樣 踩踏非常致命 雖然海軍陸戰隊跟陸軍 都有跟材料大隊簽契約 買一堆備用武裝好補充 但不能拆換螳螂號原本的武裝 五代戰區模式 螳螂號有多種變體 星環戰一二也是 尤其潔洛姆的專屬指揮螳螳號 被暱稱為特修斯 還蠻帥的 總的來說 宇宙速計畫與赫倫丁計畫挺成功 確實融入了現有的作戰編制 如果一個戰鬥單位能配備螳螂號 那在遇到敵方載具時就能派上用場 不需要地面人員花很大的風險去使用火箭發射筒 如果需要人員去清掃危險區域 可以派一對綠色機器過去 這樣能將損傷降到最低 如果需要從極遠距離外打擊敵人 可以叫上巨像號 包準能射好射滿 儘管斯巴拉陣是很強 但要在盔甲上配備重型武裝之前也是得改造一下 這樣才不會被後座力震飛 或是彈藥帶不夠 不管怎麼樣 這種人型機器永遠也不過時 那麼以上就是本集的所有內容 希望各位會喜歡